我先說 工聰園 館長參選人 民運動的館長參選人 青幾天有開記者會 道載差時案的 牽扯的 牽扯的 不過我們要想看 有警察官 一省二省的福官 牧尾這次都搭空都搭好了 警察官跟一省二省的福官都搭空都搭好了 未來有夠就我們的工聰的工市長 這才有可能 所以說 今天他在記者會上官說的時候 再來說我們人官上的幕後 我的感覺是這樣 這這樣 打人在發救人 你做車子來 你有多人一樣 這太狠了 我以望說 今天我們這裡很在座 誠實豆沙包 我以望 我們同市長 要說老實話 勇於認錯嘛 你有得不對 不要這樣爬後 那你屬性就讓我們在那邊看 所以我們今天會來 這裡有跟這個記者會 我們是有的判決書 裡面所有的判決 我們都提供給大家看 這是屬性 不是我們你會來的 我相信說 警察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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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省二省 而且他又有請律師 也不是不請律師 這樣 這這麼嚴謹的一個司法過程裡面 他這不是拿著檢察官 騎手 是騎手 說 他說 你現在怎麼樣 他這判決 確定 他現在還給他歸過 屬性就有討厭 就有討厭 所以說 他一直說 他沒有抄襪 沒有盜財 我議員說而已 我們同市長 我請他請車子豆沙包 他可以賣回避 不要再說不行 我們知道這個屬性 其實 現在這個屬性就是 真的他有指示操發 他真的有放在那裡 這就都屬性了 不要再狡辯 我相信說 你如果說那些多年前做的事情 你已經打到都沒有這樣做 我們大家應該喜歡 他也不會說什麼 我希望說而已 他這部分 一定要比較誠實 一片再片 對 對 這樣來說 我相信我們議員人 你如果要這樣 不會接受 一片再片這樣不好 對不對 沒有人都會犯錯 重點是要真心的改過 我們林之廟縣長 絕對不會像江松會市長一樣 斷章取義 刻意引導 我們提完整的這個還原判決書 給我們在場所有的媒體朋友 希望能夠露出這個真相 給廣大的遺案縣民知道 讓大家用自己的道德指揮 去對照江松會市長 自稱的這個清白含冤 以判決書所在的事實 到底是有多遠的一個距離 江市長25年來始終如一 從頭到尾都在說謊 並沒有一刻的誠實 我們還原了27號 江市長您提供給所有媒體的一個判決書 當時您提供給媒體的判決書 是局部的內容 而且除了幾句能夠 看起來似乎能夠顧你周全的 句子之外 其他的全部都被你打馬賽克給馬掉了 我們真的很好奇 所以千辛萬苦的將它還原了 還原了之後我們才發現 你馬掉的那些文字啊 跟你說的寒冤清白 似乎不是這麼一回事 原來你說的絕不迴避是說謊就好 市長我希望你能夠誠實的面對過去 誠實的面對憲民 終於看到這個判決書內容的全貌 那當然這個跟原本江市長提供的判決書 也許有某些字上面的一個錯誤 也希望江市長你能夠拿出你原本的判決書 來對我們做出一個指證 其中有哪些部分 我想我們今天再次幫江市長畫了一個重點 跟他說的有一點點不太一樣 到底出路在哪裡 江沖曰趁城嵐宜蘭縣政公所86年度的一般雨水下水道工程之變 於86年3月14號與張某某黃某某 共同基於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之犯意 由江沖曰指示張某某黃某某 謝取宜蘭縣所有之頭臣福德坑西最下游處之保安臨地的一個殺石 另外在理由的部分也說到證人楊某某 也就是當時活成證的一個里長 在景峻還有原審法院時都指出非常明確的 告訴大家說被告江沖曰到踩殺石的情況 與被告等三人在景峻還有當時所公認的挖取殺石 鋪平露面的情況是相符的 所以再再的證明江市長 你這就是一個到踩殺石的一個案子 倒不是你說含冤莫白 還有未刊的結果跟結論都告訴大家 現場勘查左岸提尾DK215斷面處 有部分明顯超蛙的一個現象 被告江沖曰負責的國貿公司人員 跟案發當晚也坦承有超蛙的一個事實 這些內容通通都有這個遠景的倒庭公正 還有他當晚查辦的經過都有拍攝照片作為存檔 這個東西這麼清楚明白江市長 你怎麼還會說你是被誤告 甚至你說你沒有超蛙 你只是怎麼樣 理由非常的多 但我再看到這個 卻有明顯超蛙現象 被告江沖曰負責以86年10月30日偵查中自成在卷 你已經承認了你有超蛙的事情 為什麼你不能誠實地面對宜蘭縣明 你到底還有多少事情是說謊的 在在的刊任被告等卻有倒採最下游的保安林地之沙石 這麼清楚 這麼這麼多這麼多都是針對你倒採沙石這一塊 被告等於案發時已招查獲有超蛙倒採的事實 而且這邊還說到當晚所做的會刊紀錄 你那個時候說有請投誠政公所幫你作證 你這個是什麼挖沙石啊 沒有填道路或者是什麼的這一些 但是呢 這個打官也說了 這個跟你當晚做的會刊紀錄 其實是不符的不足採證 所以當初你所提供的東西 都一再再的我們來還原這份判決書之後 是打臉啊 江市長 被告江沖曰與張黃兩人有犯意聯絡 指示超蛙倒採沙石 這邊還說到被告江沖曰為國貿公司負責人 指示受固的張某某黃某某道採 惡性叫做一切犯罪情狀這些分別處以下的量刑 請江市長不要說謊誠實面對